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大尺度政治惊悚片《首尔之春》 绝对是今年最精彩最刺激的电影之一 此片一经上映便一直稳居韩国的票房榜首 影片的叙事节奏不仅全程紧张无尿点 制作水准更是属于超一流 再加上相当豪华的演员阵容 相信我 它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一部经典家作 本片以韩国著名的双十二政变事件为背景 将为您揭开那段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精彩故事 话不多说 影片正式开始 在1979年10月26日 韩国第三任总统朴正希突遭遇刺被杀身亡 国家随即宣布紧急戒严 时任总理崔归夏接任代总统 他下达了立刻召开紧急国务会议的命令 会议上 陆军总参谋长兼戒严司令官正向号根据戒严法 将调查总统被刺案的任务交给了保安司令官兼联合调查部部长全斗光 命令下达后 全斗光很快就开始对刺杀犯 也就是前中央情报部长金东奎进行了严刑讨问 并捉拿了金东奎的不少心腹 甚至得知刺杀当晚陆军总参谋长正向号也在现场 不过因为没有任何一点 所以排除了正向号与刺杀案有关 不久后 举国上下为朴总统举行了盛大的博葬仪式 全体国民深感哀痛 而他掌权了18年的绝对权力也至此结束 11月6日 全斗光就朴总统被杀案举行了中期调查通报 会上详细描述了主要刺杀犯金东奎的刺杀经过 并解答了各种疑惑 随着对刺杀案的继续调查案 执掌所有情报以及全国通信的全斗光 开始借此机会打压对手 铲除异己 一时间搞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而他作为一星会的主要成员 办公室经常比国会还要热闹 所谓的一星会就是以韩国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 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所建立的命运组织 看着作为军人的全斗光整日上窜下条 陆军总参谋长郑向浩先是在指挥官会议上 狠狠批斗了这种不着边际的行为 暗指全斗光的思想很危险 由于这段时间不少人因为害怕 无辜牵扯刺杀案而逐渐攀附于全斗光 为防止守警司也落入此人的手中 郑向浩任命了教育参谋次长李泰成为首都警备司令官 肩负其保护首尔的任务 李泰成上任的第一天就收到了来自华盛顿国防部的紧急电报 电报上指出当心全斗光将军 这番内容让李泰成预感有些不妙 晚上他就查看了守警司所有在职军官的资料 发现了有三名军官属于一星会成员 并深深记住了他们 与此同时 全斗光将调查刺杀案期间所查获的非法资金并未上交国库 而是直接拿给了各级领导 其中就包括郑向浩本以为只要领导收下就能稳固自己的义务 不曾想这一行为直接惹恼了郑向浩 他将全斗光狠狠共贴了一顿 并命令其每日每隔三小时 需要将刺杀案的调查过程毫无遗漏地向戒严私报告 可以想象全斗光挨了这顿训斥后该有多么的愤怒 他回去后直接将之前郑向浩与刺杀案无关的报告撕了个粉碎 并告诉手下 刺杀当晚郑向浩就在现场 他怀疑对方与刺杀主犯金东奎有合谋的嫌疑 所以从现在开始 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能够与郑向浩相关的证据 不久后 随着全斗光变本加厉地抓捕刺杀案无关人员并进行恐吓殴打 深知在放任下去迟早出事的郑向浩直接找到了国防部长 因为此时的全斗光追随者众多 而且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蛮力压制说不定会激起反抗 郑向浩希望国防部长同意将全斗光等主要人员调至东海岸防御司令 只要远离首尔就行 可因为刺杀案公审还未结束 国防部长并不认同他的提议 在郑向浩的一再询问下才知道 原来全斗光不久前给国防部长也送去了不少现金 得知这些的郑向浩坚持要把全斗光给送走 作为戒严司令官 又是全斗光的顶头上司 所以郑向浩坚持如此就算国防部长也不好说什么 不曾想这番对话正巧被一星会的成员所募 紧接着一星会的二把手 也就是九氏团长的卢太监便找到了全斗光 他把得知的消息说了出来 自从李泰臣升任首颈司令官后 他们的处境就有些不太好 如今再把他们调走 那未来还有什么搞头 全斗光分析了一通后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先下手为强直接拿下正向号 他准备以朴总统刺杀案正向号也在现场为例 哪怕栽赃嫁祸也要给对方扣上一顶帽子 然而毕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只靠他和卢太监两人根本不可能 于是这天晚上在一星会的成员秘密聚会时 全斗光列举了正向号与刺杀案有关的两大嫌 并给他安了一个协助内乱的罪名 他希望在座的人员能帮自己把正向号给抓起来 可逮捕戒严司令官非同小党 按照程序 逮捕对方需要国防部长盖章再有催贷总统签字才行 而且对方作为陆军总参谋长 一旦出错双方很有可能会爆发武装冲动 到那时就会演变成军事政变 没有任何人能承担那种后果 看着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 全斗光卢太监将房子里的灯光一一关闭 随后全斗光郑重地表示 只要能逮捕正向号 逮捕许可文书的事交给他 接着又发表了一番言论 随着全斗光不断地讲述 有些人不甘心在新政府内阁改组之后 看不到未来便纷纷考虑这是到底有没有搞透 最终在全斗光包揽全部责任的情况下 一致决定是一次 可要逮捕正向号 那么就必须提前搞定他的守警司特战司 以及宪兵兼 于是在12月10日这天 全斗光命远先后拜访了守警司 李泰晨特战司孔朱赫和宪兵兼金准叶 他谎称自己即将远去北海上任 临走前特办一场生日宴 希望邀请各界大佬前来釜底一续 此时的李泰晨正在自己的野炮团观看炮兵演戏 而他的野炮团也将成为全斗光的最大威胁 就这样接连邀请了正向号的几大助力后 全斗光将行动时间定在了12月12日晚上 也就是韩国新政府内阁改组前夕 命所有成员提前聚集在警服工所在的三十警备团 三十警备团虽然也属于守警司 但里面的军官却都是他们一心会的成员 于是他们将这里作为了作战本部 在这里有个极大的优势 那就是不仅能百分百监听所有的通信网络 还能用这里的兵力抗衡其他警备司 随着人员的聚集 时间来到12日下午4点 手下报告守警司和特战司等人已确定赴宴 于是众人马上开启作战计划 卢太监讲述 首先由全斗光前往总理府获取代总统 亲笔签字的逮捕书 同一时刻 保安司人员以刺杀案为由前往正向号的家里实行逮捕 为以防万一 他们会让一新会的33线兵队支援兵力随时带 接下来就是利用生日宴 拖住赴宴的李泰臣孔朱克和金准宴 只要他们很难下令出兵 那么整个过程就会顺利很多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 就是全斗光必须拿到戴总统的签笔文书 只有打造出合法程序 这场行动才算作战成功 否则就是军事政变 随着时间来到下午6点时分 全斗光率先通过总理公馆的卫兵所 接着是保安司人员抵达正向号所在的汉南洞公馆 经过确认 众人都得以顺利进入 与此同时 李泰臣等人也来到了全斗光设宴的府邸 只不过对于全斗光的不在场 李泰臣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他说如果全斗光再不来 自己立刻就走绝不等了 全斗光的手下歉意地表示马上去确认 时间来到下午6点40分 支援逮捕组的33线兵队抵达了汉南洞公馆 他们不由分说就控制了门口的手 此时全斗光已经面见了戴总统 只要对方肯签字 一切万事大吉 同一时刻 正向号对于逮捕组成员的突然造访有些愤怒 他明明就跟刺杀案无关 为何这帮人突然又查上了自己 正向号不明白是哪个人吃了雄心豹子胆下的命令来查他 在他质问的压力被增下 听到这里的正向号冷静了下来 他马上起身命令副官给总统打电话确认 一旦确认逮捕计划必定暴露 眼看行动就要失败 逮捕组的几名成员马上做出了应鸣 没想到行动刚开始事态就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前进 一心会的军官们得知已经打了起来顿时心急如粉 纷纷祈祷着拳斗光务必拿到逮捕许可书 否则他们这帮人可真的是以下范上坐实了叛变 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么不遂人 因为拳斗光的指认没有任何证据 再加上国防部长也没有确认 所以戴总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签字 同一时间 33线兵队正配合逮捕组准备抓走正向号 却正好与听到枪声迅速赶来的海滨警备队撞了个满怀 看到总参谋长被人挟持 双方一言不合马上开启了战斗 逮捕组成员趁着这个间隙强行带走正向 随后还在等待拳斗光的李泰臣等人便收到了手下的汇报 此时的他们还没意识到自己被拳斗光给耍了 只知道有人绑走了陆军总参谋长 李泰臣马上朝着汉南洞赶去 同时在车上开始下达作战任务 当得知抓走正总整的人来自保安司后 李泰臣又迅速下达了抓捕拳斗光的命令 很快拳斗光身处总理公馆的消息便传到了宪兵间 宪兵间的精准业在确认宪兵们不是一星会的成员后 于是下达命令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带补全斗光 甚至必要时可以直接开枪 殊不知这些对话内容全都被全斗光的调查部所监听 眼看事态越来越不明 卢太监马上将电话打到了总理府并联系上了全斗光的宝庞 命令其赶紧带着全斗光离开总理府 此时汉南洞公馆的战斗依然没有停止 33线兵队和海滨警备队正打的热火朝天 守警司的人员向赶来的李泰臣汇报 33线兵队声称是听到枪声才赶来支援的 而海滨警备队则说是33线兵队联合保安司的人掳走了郑总长 双方各执一辞 他们也不知道该姓谁 此时准备离开总理公馆的全斗光还是被线兵队给拦了下来 守卫以武力威胁司机下车 就在他们准备实施逮捕时 宪兵间的参谋次长突然打电话让守卫们暂停动手 因为抓捕全斗光需要戒严司令官的命令 就在守卫们原地待命时李泰臣急忙给参谋次长打去了电话 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先把全斗光给抓起来 然而参谋次长不仅没有答应 反而斥责李泰臣不该随意对他的手下下达命令 并坚定地表示一切要按流程办事 他可不想事情还不确定就给自己找麻烦 而就在双方打电话交涉时 意识到池泽声变的全斗光突然下达了冲出去的指令 只见手下毫不犹豫地开始冲打 随着全斗光逃离总理公馆 得知消息的李泰臣本想指责参谋次长把人放跑 结果却反被责问 参谋次长表示全斗光和卢太监等一星会人员 早就聚集在了三十警备团不知干什么 那里明明属于守警司 难道他李泰臣一点都不知道吗 听到这些的李泰臣突然意识到 守警司确实有三名军官是一星会成员 看来他们已经选择了背叛 既然如此 李泰臣便对背叛的三人下达了逮捕令 并表示若有反抗当场机灵 不久后 鉴于三十警备团对上部命令毫无回应 再加上陆军总参谋长正向号被挟持 参谋次长顶不住压力 终于将此次事态指定为保安司主导的军事叛乱行为 随即在晚上8点20分向全军发布真导犬一号警戒令 并把陆军地保作为指挥所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身处三十警备团的所有一星会成员 全都成了叛乱分子 一瞬间所有人都懊恼不已 他们万万没想到事态已经演变到了这般境地 随着全斗光的归来 不少人开始指责他为何没有拿到代赌许可书 并质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看着众人如热锅上的蚂蚁没有了方向 全斗光突然说道 全斗光告诉众人 要么现在束手就擒被送往军事法庭 要么跟着他背水一战 看谁能笑到最后 而且谁说他们就必败无疑呢 全斗光命运去寻找国防部长 不管什么代价都要把对方带来 就在这时 李泰臣突然将电话打到了三十警备团 他命令众人马上把正向号总长送回汉南洞公馆 否则就开着坦克过来把他们全部免承扎 说完就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看着对方丝毫不给众人留情面 全斗光直接笑了 他表示既然如此那就打呗 搞得好像谁怕他一样 说着就让第二空降旅的旅长都西哲 把第二空降旅给调过来 此言一出众人全都傻了眼 第二空降旅属于前线兵力 一旦介入就相当于没有回头路 而且朝鲜公进来该怎么办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纷纷劝说不行 然而全斗光可不管这些 如果败给李泰臣 他们所有人都得死 到那时担心这那的还有什么用 经过不停的讨论 最终卢太监站了出来 他表示自己的第九师团 会首先派出两个连队前来支援 接下来就看其他人表态了 全斗光也趁此打开门询问众人 想退出的现在就走 不想离开的就跟他一条路走到飞 随着众人达成一致 全斗光让卢太监在此负责作战计划 而他则带领一帮人准备再去一趟总理公馆 势必要拿到带总统的签字文书 紧接着驻军前线的九师团便收到了卢太监的命令 让他们不管如何都要调两个连队进军首尔 而第二空降旅旅长都西哲也下达了命令 令第二空降旅立刻全员武装出动陆军本部 就是指导B2地堡指挥所 过了没多久 作为机动性超强的第二空降旅 首先进军到了首尔 而且距离陆军本部只有17公里 得知这些消息的地堡指挥官迅速乱作了一团 他们虽然都是级别最高的军官 可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兵力 一旦第二空降旅抵达 他们拿什么东西抵挡对方 另一边 李泰臣得知情况后马上联系了第三野战军司令部 因为国防部长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 李泰臣希望对方能把首级师和二十六师团派出来支援 在确定了路线和距离后 野战军司令官表示马上就去下达命令 虽然有了支援 可如今第二空降旅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可能支援来了 对方都已经过了汉江大桥 李泰臣在查看了地图后也意识到了不妙 必须防住这些桥才能阻挡对方行进的脚步 可想要阻止 至少也需要师级以上的兵力 而靠他们这点人根本不够 于是李泰臣思虑一番后决定封锁大桥 准备把市民们堵死在桥上 让他们去拦住第二空降旅行进的脚步 他不相信对方敢踏着市民的尸体跨过大前 随着第二空降旅抵达桥上 前方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堵车 不得已第二空降旅只能暂时停了下来 卢太监得知他们在战事状况下 竟然在守什么信号灯 肺都差点给气炸了 观看地图后发现 附近的几个大桥都在守警司的控制范围内 恐怕现在都已经被彻底堵死了 最终卢太监选择了距离稍远 但不在守警司管辖范围的信州大桥 让第二空降旅马上赶过去 同一时间 李泰成也联系到了管辖信州大桥的三十师团长 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派兵前来守住大桥 阻止第二空降旅 殊不知这一切的对话 都被全斗光的通信监听室所监听 不久后 全斗光的秘书长便给三十师团长再次打了个电话 他直言现在所有的通信都已被金将军所掌控 而且九师团和第四空降旅也在赶来的路上 假如他三十师团长真的听从李泰成的指令 来防守信州大桥 那么防守也只是暂时的 目前局势已经清晰 希望他能认清现实 随着电话的挂断 卢太监的九师团正在加速朝着首尔进军 而第二空降旅也开始变倒朝着信州大桥前进 三十师团长在权衡立弊后 最终还是告知李泰成 眼下情况十分不妙 他不会拿自己手下的性命去 以即将杀来的第二空降旅决战 所以对此无能为力 当三十师团长抱歉地挂断了电话后 李泰成彻底地无语了 随着第二空降旅越来越近 为了防住对方 李泰成直接孤身赢了上去 与此同时 地保指挥所里的参谋次长 也在不断地对第二空降旅的指挥官施加压力 责令他们即可返回 否则就要上报军法会议对他们处以急行 一边是旅长下达的进攻死命令 一边是参谋次长的撤退指令 就在第二空降旅的指挥官不知如何是好事 李泰成突然出现在了桥中央 另一边 全斗光带领三十三线兵队直接攻进了总理工 他与其他异星会的军官一起准备强行逼迫带总统签字 此时特战司的司令官孔朱赫也联系到了第二空降旅 他承诺只要他们现在掉头返回 以后绝不追究任何责任 否则他们就是掀起内战的罪人 在各种指挥官不停的施压下 第二空降旅突然掉转了车头 时间来到晚上十点五十分 获取许可再次失败的全斗光回到了三十井被抛了 在得知第二空降旅撤退后 他直接命令第二空降旅旅长都熙哲亲自走一趟 让他无论如何也要让第二空降旅重新折返回去 否则现在就打死自己一了百了 与此同时 为了拦住对方的手机师和二十六师团 卢太监命令一星会成员全面启动关系网 务必阻止对方继续行动 否则这场仗他们就彻底的败了 不久后 都熙哲终于堵住了正在赶回驻地的第二空降旅 他用全斗光的方法来胁迫自己的手下 要么现在打死他 要么就重新折返回去 最终第二空降旅又反了回去 而得知这一消息的李泰臣急忙将电话打给了第八空降旅 现在能尽快赶到首尔的只有他们 第八空降旅的旅长并非一星会成员 虽然他不想与第二空降旅爆发战斗 但在李泰臣的不停劝说下 最终还是答应进军首尔支援陆军本部 于是不久后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微妙的状况 那就是第八空降旅可能会比重新返回的第二空降旅率先抵达首尔 这种情况不是全斗光想要看见的 一星会的军官们再次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境内 不得已的情况下 全斗光将电话打给了陆军本部 他表示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调查总统被刺案 根本没有想到会演变到这个境地 现在为了不爆发内战 他可以承诺马上撤回第二空降旅 但希望参谋次长也把第八空降旅给撤回去 双方当着所有人的面来一个君子约定 为了表示诚意 全斗光直接下令第二空降旅撤退 随着他们再次掉头 看到诚意的参谋次长便便连了距离首尔 只有两公里的第八空降旅 责令他们马上返回驻地 尽管第八空降旅的旅长想要原地待命 但在参谋次长的不停斥责下还是掉转了车头 李泰臣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再次无语 他认为全斗光所谓的君子协议根本不可行 所以希望第八空降旅继续进军首尔 然而他的话语却起不到认负罪 因为第八空降旅根本不敢违抗陆军本部的命运 随着全斗光的通信室监听了双方的对话内容后 第二空降旅直接派遣了两个小子 利用夜色潜伏到了桥对面 然后快速掌控了信州大桥的控制权 另一边 在美国大使馆躲了很长时间的国防部长终于回到了地道指挥所 本以为双方退兵皆大欢喜 不曾想还没有高兴一秒 他们再次收到了第二空降旅路过信州大桥的消息 而对方的目的更是直指陆军本部 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赶到这里 万万没想到全斗光再次赶了所有人一往 为了防止落入对方的手中 指挥所的高官纷纷撤离准备前往首颈司总部避难 而得知消息的李泰晨也气愤不已 他不仅弃全斗光这个卑鄙小人 也气那些陆本的指挥官们无能懦弱 随着第二空降旅快速行进 他们直接攻占了国防部 接着畅通无阻地进入到了陆军本 随着地堡指挥所被攻陷 另一边的特战司也很快被占了 此时只剩下了李泰晨的守颈司 可以他的这点兵力根本阻挡不了第二空降旅 于是李泰晨决定扩罐子破衰 他准备带着守颈司仅存的兵力前往三世警备团与全斗光决意死战 因为第二空降旅还在陆军本部 他相信自己的手下应该可以与三世警备团的兵力一战 然而面对着如此死局 手下本想强行阻止 但却奈何不了李泰晨的决心 就这样 他把守颈司仅存的一百多兵力集结在了一起 准备去镇压叛军 随着李泰晨带领的装甲军团来到了三世警备团 早就做好防御准备的全斗光根本不拒 双方在堆积了很长一段距离的障碍物面前互相对峙 就在全斗光通过喇叭嘲笑李泰晨不自量力时 李泰晨突然呼叫了自己的野炮团 命令他们瞄准三世警备团准备开火 三世警备团准备清瓦台 一旦开炮整个区域都将沦为火力点 不管是全斗光还是李泰晨 甚至包括附近的民众 都将遭到炮火的覆盖 到那时整个区域都将沦为废墟 虽然野炮团团长希望李泰晨慎重好 但已然决定与全斗光同归于尽的李泰晨 还是下达了炮击命令 一时间整个三世警备团乱做了一团 他们没想到李泰晨会这么绝 全斗光让卢太监想想办法 而他自己则出去准备拖延一阵 坐车快速来到了对峙地点 全斗光开始斥责李泰晨 丝毫不顾附近民众的生死 而且炮击的后果 他李泰晨也根本承受不了 但不管全斗光怎么说怎么骂 李泰晨还是坚持让野炮团开炮 随着倒计时的开始 就在所有人都要一起陪葬时 国防部长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作为最高指挥官 他命令野炮团马上停止炮击 并则令李泰晨赶紧访回首颈司 李泰晨还想劝说国防部长撤销命令 但没想到 国防部长直接撤掉了 他首颈司令官的身份 随着通讯设备 将这一指令传给了所有人 李泰晨最终失去了 唯一翻盘的机会 紧接着第二空降旅 也赶了过来将他们包围在了一起 知道大势已去 李泰晨没有拿手下的命去拼 而是独自一人朝着拳斗光冲了过去 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绝不脱下 最终在距离拳斗光不远的地方 李泰晨被捕 也印证了那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话语 随着拳斗光一新会的胜利 但总统不得已还是签下了那份事后许可书 当清晨的阳光姗姗来迟 一切又恢复到了平静 仿佛这天晚上发生了很多事 又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至此以后 属于拳斗光和他那一新会的时代开始来临